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与司机发生矛盾呢 那这起事故已经连撞了三车了 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 那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乘客殴打司机抢夺方向盘 公交车失控 连撞三车 长春市开栓供热时间已决定 办理停供暖手续 得抓紧 车辆里让行人落实的咋样 记者实地踏查 发现暖心一幕 我做地动作嘛 我跟他点个仗嘛 说太好了 这 入住后 小区始终未通天然气 业住十年后才知原因 燃气公司的人到这儿一看 隔断有了 通风头有了 黄管也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可以了 但是一看没有窗户 还是开不了车 按照比较说 它总在变化 我们这十年一直感受上它这个变化 我们现在关注身边的安全 就在昨天下午的两点左右 在长律市欧亚卖场附近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公交车撞向了停在路边的 三辆汽车 造成了三辆车严重受损 而这事故的起因就是因为 两名乘客抢方向盘 有那么多严重的事故了 怎么就不能引以为戒呢 这也造成了车辆失控 目前一名乘客因为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8月31日下午两点左右 有网友爆料称 在长律市飞越中路 与开临街交汇附近 292路公交车 有乘客抢夺方向盘 致公交车失控 撞向停车位的三辆车 同时公交车内部分乘客受伤 根据网友在现场拍摄的视频 可以看到一辆红色292路公交车 停在路中间 被撞的三辆私家车中 银色交车受损最重 车右前轮被撞掉 发动机机干被撞隆起 后备箱被撞严重变形 地上流出很多玻璃水及机油 中间白色机部车被前后夹击 后备箱被撞变形 另一辆私家车受损相对绞轻 事发后 当时司机及乘客 已经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记者从292路公交车队方面了解到 接到当时司机的电话后 公司很快赶到现场 以协助警方调取车载监控 9月1日一早 长城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 通报了此事的最新处理进展 8月31日14时30分许 一辆292路公交车 行驶至飞越中路 欧亚卖场9号门附近时 撞到一台路边停放车辆 导致三台车辆受损 接到群众报警和指挥中心指令后 长城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 立即派出警力赶至现场 经现场勘察 询问乘客 调查走访 以及调取公交车内监控录像 和现场周边监控视频 还原经过查明事实 经查张某某女38岁 高某某男42岁 同为辽宁省西风县人 赞助长城市经营早时摊位 夫妻二人在欧亚卖场 公交车站点上车时 后后面赶来的妻子张某某 引起驾驶员孔某某不满 双方发声口诀 在车辆启动和行驶过程中 双方相互吵骂 行之案发地 双方相互辱骂 张某某情绪爆发 用手击打司机孔某某 公交车撞到路边停放车辆 现张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已被刑事拘留 高某某因扰乱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被治安处罚 案件调查处理工作 很多人跟我一样 听到抢夺方向盘 这几个关键词 会觉得很刺眼 因为抢夺方向盘 引发的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它的代价和后果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经常会说 公交车的方向盘 它关乎全车人的生命安全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持观望的态度 觉得反正我不抢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类似的事件就还会上演 只有我们全社会的所有的人 都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不仅我不抢 全车人也不许你任何一个人抢 不许你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车上胡闹 只有我们确保了 这个司机的安全 我们乘车的人才有安全可言 不是吗 都是成年人了 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而负责任 你说你生气就生气 碰什么方向盘呢 这责任你能承担得起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今天那是新的一月了 我们来说点新的话题 因为再有一个多月呢 咱们东北又要进入供暖期了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今年长城市开栓供热的时间 是10月20号零点 比去年提前五天 在这儿提醒大家了 如果说您想停热 或者恢复供热得抓紧时间了 在9月20号之前 您还没办理 就影响京东的供暖了 按照去年实施的 长城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 长城市供热期为 10月20日凌晨至次年 4月6日24时 如果出现异常低温情况 可以决定提前供热 或者延期停热 有往年不同的是 市民如果在2019年 至2020年供热期内 施行停止供热 应当在9月20日前 到供热经营企业 办理相关手续 与其供热企业 官网注水后 将无法办理停热 或恢复用热的手续 申请停热的用户 应当缴纳供热设施 运行基础费 需要注意的是 停热之后想要复热 或者去年正常交费 今年想办理停热的 用户要到各供热公司 办理相关停热 或复热手续 不能由银行代收基础热费 此外如果有欠费的 需要到热企将欠费补齐后 才能正常缴纳 本年度的供热费 没有进行分户供热的 新建居民楼 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 为办理入住手续的 热用户不得申请停止用热 需要足额缴纳热费 今年长热集团 供热集团等多家热企 与银行合作 用户可以到银行缴纳热费 也可以到公司窗口 各热企的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实现微信缴纳 其他各家热企 也都推出了多种热费 缴纳方式 方便市民缴费 首网都市报道 说到新的一月 咱们再来试试说新规 比如开车上路的朋友们 这一波您需要注意了 什么呢 就是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车型分类被重新修订了 一类和二类客车的界限值 由合定在人数的7人 修订为9人 今后再开车上路 这个需要留意了 新规说完了交通 咱们再来看看新规的教育方面 那么从秋季学习开始 全国的中小学生的语文 历史 道德与法治 都将用同样的一本教材了 还有哪些新规 在9月份开始正式实施呢 咱们再看看 9月1号起 职承评审管理暂行规定实施 明确了职承评审管理的 主要规定和程序 并对职承评审的全过程 进行规范管理 同时学术造假将撤销职称 并进入职承评审诚信档案库 教育部下发通知 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 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语文 历史 道德与法治 都将使用统一步编教材 古诗文篇目大幅增加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 9月13号起 现用的本市往来港澳通行证 将全部失效 有出行需求的执政人 需提前申请卡式电子通行证 以办妥签注的本市往来港澳通行证 在有效期内仍可继续使用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车型分类修订 明确一类和二类客车分类界限值 由核定载人数7人 修订为9人 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施行 内容涉及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重点 评估内容 包括云平台技术 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全情况等 守王都市 孙俏富强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关键词呢 还是新 什么呢 就是近期很多人都发现的 长城市人民大街的路面啊 开始了翻新改造 一些人形步道呢 也进行了修缮 那改造后的人民大街呢 带来了更多了历史文化氛围 通过这改造啊 很多人想了 这方砖呢 还有路边的基石 卸下来之后去哪了呢 如果不用 是不是太浪费了 也不环保啊 那我们帮您打听到了啊 这些基石啊 都已经运送到了 长城市东环城路 人形步道改造工程的工地里 咱们来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城市东环城路 与东荣大路的交付处 那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呢 东环城路的路边人形步道呢 开始进行改建施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时候呢 正在有工作人员呢 正在现场进行施工 那么同时记者还料得到呢 在这个东环城路上 所有人形步道上的 方砖以及路边基石 都是由人民大街改建工程 所淘汰下来的 这个原石材料 本次这个东环城 人形步道改造呢 全部是利用人民大街 历史街区改造工程 拆除下来的旧方砖 旧边石 东环城路 方砖那面积是 30,700平米 边界石是 1728米 据悉目前围管中心道路改造 拆除方砖 7万零五百平方米 边界石7万2400平方米 重新利用方砖 55,000平方米 边界石 11,300平方米 严重破损废解房砖 13,000平方米 其余旧材料都同意集中存放 计划用于今后的道路日常维护 而东环城路 步道方砖的重复利用率 就达到了75%以上 重复利用这些旧材料呢 第一个主要是节约这个工程投资 西东方砖 每平米 节约应该在50元左右 边石应该在40元左右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节能环保 像食材类的 重复利用呢 就是可以大大降低这个能源消耗 目前东环城路的步道改造工程 还在持续当中 预计整个空期 将于9月20日前问公 爽东市 王磊 杏南报道 看到被重新利用起来的方砖 让我们意识到 转换思路很重要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 礼让行人 也需要我们身边的驾驶员 转换一下思路 近期呢 长春交警啊 对不礼让行人的车辆 进行了严查严管 而我们的记者呢 也走上街头 来看一看身边的驾驶员 做得怎么样 之前啊 确实有一些驾驶员啊 不太遵守规则 但是今天我想说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了 那么今天呢 记者再次来到 长春市工农大陆的附近啊 看到了一幕幕暖心的画面 而且呢 一个行人在过马路 遇到礼让之后啊 还向司机竖起了大拇指 车辆暖心礼让 行人纷纷点赞 今天记者在长春市工农大陆上 就记录下了这样和谐温暖的画面 画面中的这位阿姨 在与多位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棕色面包车 及时停车礼让 这位阿姨从车辆礼让开始 到过了马路 一直在伸出大拇指 并开心地向驾驶员点赞 我做的动作嘛 我给他点个赞 我说太好了 这老百姓随着来回 有好多司机 都主动地给他 要行 我挺心里挺高兴呗 挺有人性吧 人性化现在 行为就很体现 我们就是这个城市 人情味的一个体现 下面这几位行人 过马路的时候 这辆出租车和橙色车辆 都停车礼让 还有这位身穿紫色衣服的老奶奶 过马路的时候 两辆公交车和一辆黑色私家车 也都停车让行 下面这拨行人 过马路的时候 主路和辅路的车辆 全都齐刷刷地停在 半马线的后面 等待行人 全部通过后 才行驶过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共同大陆与虎林街交汇处 那通过记者在这里观察的 一段时间发现呢 这里的车辆 以及行人通行量 都非常的高 那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呢 车辆也都是 纷纷礼让行人 那行人也是回首 给车辆一个大大的赞 那记者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呢 其实感觉到 真的是非常温暖 那其实礼让行人 不光是司机驾驶员朋友们 需要遵守的一个交通规则 也是我们一个城市 人情味的体现 也希望行人和司机驾驶员朋友们 能够互相理解 营造出一个安全的处境环境 这里是刘阔云龙 在共同大陆与虎林街 为您发回的报道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汽马自达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喝熟水 珍杰克 大锅品牌金麦郎200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16到26摄氏度 白程晴 16到27摄氏度 松圆多云转晴 16到26摄氏度 四平晴 15到28摄氏度 辽元多云转晴 14到29摄氏度 吉林振宇转晴 15到26摄氏度 通话晴 15到27摄氏度 白身晴 12到25摄氏度 颜济晴 13到27摄氏度 长白身晴 10到25摄氏度 长春多云 16到26摄氏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邦新铁 宣吉言 吉言集团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打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入住后 小区始终未通天然气 业住10年后 才知原因 燃气公司的人 到这一看 隔断有了 通风口有了 管管也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可以了 但是一看没有窗户 还是开不了转 按照个要求 它总在变化 我们的十年 一直赶不上 它这个变化 我们上回家来 但是那个决定 是因为想看到 地球上的普通 地球上它 长春雨润星雨滑浮 业主质疑 房屋缺少构造住 这房住的心里没底 它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住的 构造住的面 现在它处于通风点亮 对 这就是 如果没有它 就没有明显 没什么 作用共享汽车 外出办事 为啥租车容易 还车难 这个东西 现在我要是点上还车 确认还车 这几项都化成对号 就是说 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化成对号了 但是人家 按理说 化成对号之后 它有一个支付的一个界面 它一直没有出现 买好作案 会碎楼 会从楼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本来没有编辑 利奥苍蝶片在直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网都市 身边事 先来说一个奇葩的 现在城市里 新建小区 几乎都用的是天然气 但是最近 长春高阁兰湾小区 九栋零六户型的居民 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自己在这个小区里 住了十年了 却没用上一天的天然气 为此业主们是年年 与燃气公司进行沟通 可直到今年 大家才知道 小区没用上天然气的原因 不是燃气公司不给输送 而是小区厨房 没窗户 达不到开设案的要求 业主中女士告诉记者 他们是从2009年 入住的这个小区 从入住一开始 家里就没有开通天然气 之间为止已有十年 他说整个小区 只有他们九栋 零六户型的 二十七户人家 涉及到此情况 业主们也曾多次 找过燃气公司 最早的时候 在一一年的时候 那个燃气公司说 户型里面 必须得有隔断 因为我们这个 是开放式的 然后就要去安隔断 我们先安的隔断 安完隔断以后 就没信了 大概过了两年左右 时间我就又开始催他 然后安装实惠又来了 我说我隔断已经安完了 来了进屋了 又吵说 你家灶台下面 周女士说 发现主缸没有天然气后 物业协调了燃气公司 在此期间 燃气公司也派工作人员 来到了小区 测试管道是否有漏点 同时也维修了 已存在的漏点 直到今年四月份 主缸终于通上了燃气 周女士说 由于户型的硬性条件 在厨房开个窗户 根本无法实现 一主们说 没有天然气 也给他们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不变 现在我就是用电测炉啊 我这电测炉都已经换一个了 古巴菜好吃的就别想了 就是能做能吃就不错了 按照要求 它总在变 我们这十年 一直赶不上它这个变化 那么每次我们找燃气公司呢 他们都说 我们不符合规定 政策变了 那政策变之前 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在政策变之前 把这个事给我们解决 随后记者达到了物业 了解情况 我都已经我来四年 跟了三年了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总算是完成 就是咱主缸里头 已经有气了 后来就说 必须得有窗户 因为咱原来卖的时候 是批房 都符合开算要求 但是我说十年了嘛 但是每年都有变化 就弄了一开算 你希望就越来越灭 那么为何住住十年 天然气的开通 却始终无法落实 是否是由于厨房 没有窗户 导致无法开通天然气的呢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 长春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咱们没有 尽早地处理这个事呢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 告知业主说你们这个 厨房没有 报警罚还有 不是告知 我们是要规定来继续 但是那个具体是由市商开 和地产商界沟通 是地产商 它没有办法更新条件 工作人员表示 近期燃气公司 会联系地产以及物业 尽快解决业主们的基本需求 如果有业主 符合厨房能有报警器 自动切断罚 厨房隔断等开传条件 公司会给予开通天然气 守恒都市 佳月副强报道 装修是一件累并快乐的事 看着自己的家一点点 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感 但是这种满足感 对于长春市民汪先生来说 却都被担忧所占据了 怎么回事呢 去年长春市民汪先生 在长春宇润新宇华府 买了一套住房 可今年装修的时候 汪先生却发现 卧室的一面墙 有一块钢筋裸露在外面 这让汪先生突然觉得 这房子不敢住了 汪先生说 他是从事有关工程的行业 对于房屋结构 以及使用的材料非常了解 他说房间里缺少构造柱 对房屋整理结构 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这个梁就是个主梁 现在看不漏这个 它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柱子 构造柱子 现在它属于通工减料 这柱子是只支撑的 什么地震了防震了 它这玩意就是指这作用的 因为它这楼 因为它梁太长 楼板也跨度大 它必须得有个构造柱支撑 它现在它没有 它现在这个高间 从一楼到十一楼就没有了 正常呢 它应该是不是 应该是到底 到二十六尺 汪先生说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实在不能让他安心 那么他所说的构造柱 是否起支撑房屋的作用 如果缺少 是否对房屋整体结构有影响 随后 物业以及地产工程部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汪先生的家里查看情况 这一块是不是应该有个构造柱 对 这这地方有个构造柱 就是当时就是落柱了 它是不是应该从一楼 一直到最底红 这不是梁吗 底下有一个梁 这是中间这一段 它是一个构造柱 它构造柱 只是那个那什么 江湖墙体中的 这个柱子它跟柱子结构一点 关系都没有 如果没有它 有没有危险 也没什么危险 就是墙体结构 我无限差一点 这个完全可以过去 然后把这个器官调到之后 从中给它直视了 那这个橱子存在 就是石空质钢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水不停漏 随后 物业经理表示 汪先生家的问题会尽快维修 对此 汪先生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修不了 不满意 打能打那么严是吗 那混准能灌是吗 你要得给我灌严呢 我咋灌严呢 根本都灌不了严 顶着肯定得差一大块 还是打不上 我就想坏黄 物业经理表示 针对汪先生提出的诉求 他会商报给地产 进一步与他协商解决 沈阳都市嘉越富强报道 俗话说得好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但是从外地来场办事的 刘先生却吐槽 咱们长春的摩羯共享汽车 好借不好还 怎么回事呢 我家不是本地的 然后来到这边 就现在租过车方便一点 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 在红旗街附近使用的 然后开到繁荣路 还车的时候就还不了了 已经给客服打电话之后 客服一直在忙 打了大约能有十多个 打不通 他现在已经多收了29个钱了 刘先生说 之前身边的朋友 也使用过摩羯出行 共享汽车 这次来办事 想着自己开车方便一些 便交了押金 使用了汽车 可是现在真是租车容易 还车难 多花钱不说 还挺耽误事 我是下午两点 办的车 要着急走 现在车还不上 我不知道该咋办了 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到达目的地时 准备还车 租车的费用在30元左右 现在已经涨到了50多元 那么像刘先生 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摩羯出行是否经常会遇到 这种还车情况 多花费的费用 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随后记者也尝试 拨打了摩羯出行的客服电话 了解情况 但是拨打几遍后 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刘先生说 从11点钟就开始还车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截止到记者采访结束 距离刘先生用完车 已经过去了快两个小时 比原有的租车计划 多花费了30元 下午两点钟 刘先生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 表示在他不断尝试下 终于还车成功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 摩羯出行的工作人员 看到新闻后 能够尽快与我们联系 说明情况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此事 首昂都市英杰 宇峰报道 我们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大概在今天下午的3点40分左右 长春市芝农大街与安庆路交汇处 汽车厂50街区一处正在施工的地下工作管线 发生了塌方 导致工人一死一伤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 公安消防120急救人员等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进行了紧急的应对抢救伤者 目前的伤者已经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相关部门呢 仍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报道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依然跟安全有关 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没有人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千万别打肿脸充胖子 但是8月28号凌晨的两点多 省高速长春往一通方向 却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这个司机呢被困车内 而之所以发生追尾 正是因为这后车的驾驶员疲劳驾驶 2019年8月28日凌晨2点48分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 一通大队指挥中心接到了群众报警 称省道高速S1长春至一通方向41公里处 发生了车辆追尾事故 司机被困驾驶室内 我们到的日当机就派两名救护车 八名治安员 赶服现场进行处决 三点多点的时候 我们到达现场 第一时间对现场设立了警戒 防止呼号车辆 这是现场发展而不适合 因为当时前呢 算在下雨 毕竟三点左右嘛 那个光线不是特别好 我们对现场简单观察之后 决定利用消防车的车载的照明设备 对救援区域实施照明 破财组 利用液压破财工具组 所以被困司机实施救援 灵活组随时做好灵活准备 由于被困司机是双腿被卡在了驾驶室里 左姓两辆车辆已经彻底分开 救援人员先是利用扩张器和顶杆配合 对司机左腿进行施救 而后由副驾驶方向进入驾驶室内 对驾驶员的右腿进行施救 我们和那个司机沟通 然后他说就是自己由于这个夜间开车 有点反馈 一大堆就是造成他所开的小箱货 所以我也到前方那辆大货车上面 由于那个刺激机吧 他就是不断就发出那个腾痛上 其实就喊腾腾腾 作业期间不断稳定被困人的情绪 还要对他进行处理 大概就是经过十多分钟左右的努力 成功地把那个司机救了出来 12-0来了之后 当中一部人员把商家转移到救护车 送医治疗 守望都市白鸽通讯员杜亮报道 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这70年里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意识住行到文化生活 再到教育发展 都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居生活 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觉得家居 从这个家居方面肯定这个品质越来越好嘛 对我小时候可能还是看过黑白电视 后来就是有彩色电视 然后有线电视 那现在是智能的网络电视 给的这个资源啊更加丰富 更加便捷 印象当中是我记得 老了有那种衣柜嘛 大衣柜就是木头的木质 上面有一个锁 不像现在我们家那个衣柜 有很多的分区啊 然后无论是样式啊还是功能啊 都非常的全面 过去的几大件我记不太清了 记得好像有缝纫机 现在我觉得应该不存在几大件之说了吧 因人而异 很个性化的 然后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 供选择的也特别多 电视是黑白的 现在是网络电视了 以前的这么大 现在这么薄 那过去就是三大件 自行车防纤机手表 现在我孩子女儿结婚 都什么都没要 以前就是自己做的那种家具 现在都是成套的 都是组装的那种 家里电视都是后边带大屁股的 完了都是最早买的那是黑白的 完后就是彩电彩色的 十二寸的十四寸的 都是那种小的 都是四十多的 现在用的都是四十多的 最早的时候是这种木板事的 完了刷了红纤油 完了后期演兵到八几年的时候 就是交合板的带木纹的 现在是生活太好了 我非常满足 每当我听红锡送的时候 我就要掉眼泪 七十年的成就太伟大了 本来没有编撰料 参阁编片赞助播出 欢迎继续关注 正在为您直播的守望都市 现在网上购物是挺流行 于是不少商家为了销量 也是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 长春市民刘先生经营一家酒类公司 为了能够在网上经营 去年刘先生通过朋友介绍 与一家代运营公司签订合同 可这一年多呀 生意不好可以理解 那怎么自己的网上订单 一笔都没有呢 刘先生说 当时签合同他一共付了两万八千元 签完合同后看到对方开始着手准备 关于产品的连接 本来以为开店后 在他们的帮助下会事半功倍 没成想是一笔订单都没有 后来对方建议刷单 还需缴纳一笔保证金 而对此刘先生不太认可 收没收到钱 发没发货 那我肯定是清楚的 没有任何交易量 也多次去打电话 他们始终说这个时间不够 没法运营 没法做活动 以种种理由推托 19年1月10号 他说又要交这个保证金 说是要刷单 我就问他 我说刷单的话 算着这个十万块钱销售额里 他说算着这个销售额里 所以说当时吧 我就就是没有给交这个保证金 那么事情是否像刘先生说的那样 代运营公司签了合同 却没有运营 现在刘先生想要退费 又该怎么办呢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 与刘先生签订合同的 吉林省毫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 当时与刘先生签订合同的 工作人员已经离职 随后记者与这家公司的两位主管 针对刘先生的情况进行沟通 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刘先生也和相关部门 反映过情况 对此他们公司也已经将 和刘先生沟通的情况 形成了书面材料 提交给了长春市长安区政府 其实我们在里面 已经明确书名了 因为那个 就是合同 因为刘先生都是签订成为合同的 所有里面需要谁做的 假方以外做的 里面都写得很明确 所有这种服务 导致说结果不理想的 不是说任何人能打送的 也都会成材料 做到咱们这个说明里了 原本是第一次沟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协商很好 但是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领导也最终决定的说 那就是咱们按照这个程序 走的最合理的 在现场记者也看到了该材料 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刘先生对此仍不认可 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 针对是否存在刷单情况 金林省豪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 两个公司运营 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一样 我不可能告诉我公司 是怎么运营的 这是第一 如果这公司的保证金都没交 你这个店怎么卖货 保证金没交 能有后续的 我们的付费推广吗 你说这种是你们的人 告诉我要刷单的 那不是刷单 那是一种付费推广 是一种运营的 运营的一种手段 随后双方沟通一度停滞 经过记者调节后 两名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和领导汇报 与刘先生再次进行私下协商 进行部分推款 对此刘先生也表示 可以接受 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当中 双方都市 英杰海军报道 2016年的6月 张女士在长春高新区 汇购生活 购广场 购买了一个商铺 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 合同表明 前三年商场负责管理商铺 并支付租金给张女士 第四年 这业主可以申请自主经营 可以继续由商场管理 可是这前三年 张女士都如期收到了 商场方支付的租金 今年张女士也并没有提出 自主经营的申请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这租金却没到账 我2016年6月份 在汇购生活购广场 从开发商的手里 买了一个商铺 大概在13万左右 并且跟开发商签订了合同 合同上规定 前三年必须由商场进行管理 每年8月1号开始给我租金 然后第四年开始 可以自己申请经营 但是也可以不申请 一直由商场管理 但是我们没有申请 然后就等着8月1号商场 给我们租金 头三年给了 今年是第四年 张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她与往年一样 等待着商场打来租金 可8月1日这天 她却并没有收到租金 我从8月1号开始查的银行卡 没有到钱 我们等了一周 过了商场来找人 然后商场经理告诉我们 找一个姓关的 叫关总 她负责这个事情 我们前期打了电话 然后她说一周以后给你解决 一周以后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资金周软不开 再让我们等一下 我们也等了 然后再打电话的时候拒绝 从8月1号到目前为止 已经一个多月了 没有人联系 我们也没有收到房租 据了解 和张女士有着相同遭遇的人 并不只有她一人 为了核实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 位于高新区超强西街的 汇购生活购物广场 张女士表示 他们之前已经多次找到过开发商 开发商也多次给出了期限 但都没有正常打款 她希望这次开发商 能够如约将租金打给商户 守望都市玉龙富翔报道 本周末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主办的第三届 长白破产法论坛在长春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破产法理论专家 和实物界人士36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第三届长白破产法论坛 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主办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 论坛以东北振兴与法治营商为主题 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破产法理论专家 和实物界学者法官律师360余人 共同就营商环境的法治需求 和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 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研讨 并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和法治文化特点 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建言献策 何小荣指出 完善市场主体推出机制 是东北地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 促进各类要素 合理流动和高效急剧 不断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 努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首网都市印得海军报道 近日在浙江领海的马路上 竟然发现这样一幕 一个三楼车上叠了九名壮汉 在车流中是摇摇晃晃的行驶 在这儿来提醒你 这是马路上 可不是演马戏的地方 路人看得瞅目结舌 咱们也来看看今天的微视频吧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辆小电动车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 仔细一数 整整九个壮汉 据了解九人都是旁边工地工人 准备到附近吃饭 一人开车 另外八人或蹲或站 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太危险了 没出事都是万幸 下面这位的行为啊 更是危险至极 一男子雨天蒙头过马路 结果被小车撞飞 而且当天雨时较大 小车玻璃起雾 司机没注意到人 下雨天 司机一定要减速慢行 行人过马路 也一定要看好车辆 下面是右线开门杀事故 一司机路边突然开门 撞到行驶中的电动车 这事故导致电动车驾驶员头部受伤严重 并且出租车司机负全部责任 以后开车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这类事故再发生了 下面是因尖叫机一度引起了混乱 货车在行驶过程中 两箱尖叫机玩具 从车上掉落到高速路上 驾驶员到路中间捡货时 险些被撞 便驾车离开 不过还是有人停车捡食 随后又有三辆汽车追尾 交通一度堵塞 只怪尖叫机太迷人了 本节目共同度 都加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今天有长春市的网友 给小手发来视频爆料 说他家居住小区附近 有一个工地 跟别的工地不太一样 多少有点昼服夜出的感觉 白天不干活 偏得夜间施工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来看看小手拍拍 昨天有长春市的网友 给小手发来视频 说在静岳区天赋南路 与春水接交会 卡丽南酒店施工工地 从五月份开始 白天停工夜间施工 各种大型机械彻夜轰鸣 天天夜间施工 严重扰民 也不知道啊 这位网友拍摄的时间 是不是晚上十点以后 但据说这种情况呢 已经持续了快四个月了 周边的居民们 在噪音中时都能安睡 居民们整晚听着这些噪音 也真是够闹心的了 希望相关部门能管管 昨天有松原市的网友 给小手发来视频 28号下午 在浮于万发村附近的一个公路上 一辆私家车在行驶时 因为速度过快 撞断了路边的两棵树后 竟然开上了一棵树的树干 好在啊 据这位网友说 私家车的驾驶员没有受伤 在这里呢 小手也要提醒大家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没错 可不能再开这么快了 以免发生危险 有长春市的网友 给小手发来视频 说是南三环与 林河街交汇附近的堂地校区 已经停水好几天了 居民们无奈啊 只能到处拎水 严重影响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好好当当接水对我 而且呢 小区每年水管都会爆裂几次 小区的居民呢 是苦不堪言 希望这水管的问题呢 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然三天两头停水 谁能受得了 有通话室的网友 给小手发来一组图片 说在通话老站 柯云站的部分路段 道路两旁的大树树枝 都捶了下来 坐大科车经过时呢 会打得车顶和车窗 噼里啪啦的响 还有的树枝啊 已经快折断了 担心给行人和车辆 带来威胁 希望相关部门 能派人修剪一下 本来没有BN战利奥 苍蝶便片在直播出 5G看一栋 世界看中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昂都市 身边的安全 23号在长春西站 一台出租车 违法招转乘客 并与后方司机产生争执 执法人员根据线索 第一时间对司机进行了处罚 据长春运馆的制法人员 介绍画面中的这段视频 拍摄自8月23号的长春西站附近 当天两台出租车的驾驶员 一次因前车违法揽客 产生争执 而在事发后不久 执法人员就迅速找到了 前车的驾驶员 于8月23日当前的下午 公共技术团 查到该门司机 将该司机带到相关部门 进行询问 司机对他非法揽客 等行为公认不讳 执法人员介绍 长春西站附近 很多路段都有禁停的规定 而个别驾驶员在此处 违规停车等候旅客 招揽乘客 一直都是执法部门 严查的重点 目前执法人员 已经依照相关法规 对奢侈违法出租车 做出了处罚决定 特别是在长春火站 等重点区域 我们讲的 按照条款的规定 上线出发 逆出发5000元 重大集议讨论的 案件会已经通过 下一步等待着执行 执法人员提示 乘客如果在未来的 乘车过程中 发现有类似的出租车 违法缆客等行为 可随时向 0431-8769-1234热线 投诉举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守王都市 长汉光卫报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信件是人们联络的主要方式 邮递员就成为了大家 传递情感和互通信物的纽带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电商的发展 也让人们的生活 从直指天涯到天涯之尺 而邮递员孙文局 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我叫孙文局 来自吉林省公主领事邮政局 从事邮政事业已经23年了 1996年 孙文局正式成为了 中国邮政集团 吉林省公主领事邮政局 投递事业部的一名普通员工 回想起23年前 孙文局说 那时候他是一名香油员 投递时的代步工具 就是一辆自行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孙文局的工作 也从香油员到邮政储区员 邮政分卷员 再到现在的EMS派送员 孙大哥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快递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 而最大的变化就是 人们尤其的包裹越来越多了 公主领能达到2500几 或者2500多 要加上农村支局的 28个支局网点 就能达到5000多件 甚至达到6000件 你等旺季的时候 就这个数字都会翻倍 虽然每天面对的是同样的工作 但孙文局却自豪地表示 从最开始邮件登记 需要手工抄录 到如今的扫码录入信息 再到地球上 只要有地址的地方 邮政快递都会将包裹送达 这不仅是一种发展 更是质的飞跃 只要是说 地球上有地址的地方 只要你能写到 有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是没有网点的 都会送到 就这一点就是 就很强大 孙文局告诉我们 每天虽然奔波辛苦 但却体现了此生的价值 而这种感觉 让它踏实 幸福 每天奔波 我虽然辛苦 但是体现自身价值 而是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我能做得好 而且我们都做到了 作为优胜人 我们都做到了 孙文局说 其实很多人和他一样 都在平凡的岗位 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这些人也经历 并见证着祖国的强大 和生活的美好 从点点滴滴做起吧 从小人物做起 如果每个小人物都做好了 这个社会发展会更加快 更加好 阻碍会更加繁荣 爽东市牧童张磊报道 接下来身边的美景 要带您去长春动植物园 看一看 2010年 长春市动植物园 引进了78只巴西火烈鸟 这些漂亮的小家伙 给游客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今年呢 这个家庭又新添了16只新成员 来看看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长春冬株公园的火烈鸟馆 那今年啊 火烈鸟这个大家庭当中诞生了新宝宝 那它们的生活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观众所看到的那火烈鸟的颜色是不同的 灰色的那个小的小个是今年浮出来的小鸟 其中特别红的属于成年的公鸟 稍微白一点的是成年的雌鸟 因为它生过宝宝以后 它要通过自己的那个消化以后的食物 去补育它的小厨 营养稍微少一点 所以说它的那个体态就变得稍微白一些 今年出生的火烈鸟宝宝共16只 成年火烈鸟五月中旬的时候开始下蛋 六到八月份火烈鸟宝宝陆续出生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 这些小宝宝都健康的成长着 那个就是火烈鸟繁殖下蛋用的我 就是它们用红土自己搭建起来的 一个像小火山一样的 很少有鸟类在地下打窝 用泥土打窝 所以说火烈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鸟类 火烈鸟本属于热带动物 起初的时候并不适应长春的天气 饲养员们通过调节管设 调节温度 调整饲料 15年的时候火烈鸟才开始正式繁殖 加上今年新诞生的16只 长春冻株公园已经成功繁殖火烈鸟30多只 那个火烈鸟目前在2013年已经被世界动物组织 列为宾围动物了 所以说这个火烈鸟在那个 中国动物园和世界动物园来说 还是属于比较珍贵的物种 火烈鸟非常珍贵 小宝宝出生也十分不容易 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去看一下 爽都市 博元 鹏飞报道 看完了身边的美景 再来说一说身边的正能量 从2016年开始呢 在我们身边啊 成立了一个自发组织的除豚草志愿者协会 他们希望通过自私的努力 减少豚草给敏感者人群带来的影响 三年前发现自己有这个鼻炎症状的 然后我就去医院验了一下这个过敏源 才知道是因为这个豚草过敏 在今年开始发现我的小孩也开始有这个症状了 晚上根本不能整宿整宿睡觉 就是憋的已经上不来气了 我已经鼻炎就是五年做了 到百月份吧 我们开始鼻炎就开始就是全饭了 靠吃药了 还有喷药 据了解 豚草又名爱叶破布草 是引发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等 反应症的主要病源 接触过豚草花粉的人容易出现身体奇痒 流鼻涕 头痛等过敏现象 严重的豚草过敏患者可并发肺气肿等疾病 甚至造成死亡 而为了减少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 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长春市除吞草志愿者联盟 2018年的6月末 民间的除吞草志愿者队伍成立 到现在的为止应该是600左右的规模 我们每逢周六或周日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而就在今天的除吞草活动现场 记者发现 由于大多数志愿者是过敏性鼻炎患者 所以对于吞草花粉很多人难以着假 现在眼睛就明显就感觉非常哑了 鼻涕从这一直到这都疼 耳朵跟着也胀 眼睛也肿 就是非常痛苦 现在是8月末9月初的这个季节 正好是豚草过敏者 这个最敏感 最敏感的季节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豚草的过敏者 或者是有志于 这个为出豚草贡献的这些志愿者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守望都市陈宁富强报道 如果电视机前您也想加入到这个协会 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长春除豚草 联系这个联盟的后台工作人员 让更多的过敏性鼻炎患者 减少痛苦传递正能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昨天上午在长春举行的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2019吉林省达标赛的决赛 共有来自全省十个地势周 二百余名选手参赛 2019年8月31日上午8点半 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 长春市体育局承办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教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总会等部门承办的 2019年吉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 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举行 国家体育锻炼达标测试是1975年 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一项比赛 锻炼民众的耐力 柔韧性 爆发力 还有速度 此项比赛呢 总共分为三组 是青年组 壮年组和老年组 年龄在18到69周岁的市民均可以免费报名参加 就为了锻炼群众的身体素质 提高国民的体育锻炼的标准和能力 据了解 本次达标赛来自全省10个地市州的200余名选手参赛 对于参加这次的达标赛 各地市州在当地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松原赛局先进行了一个分赛场 我们通过分赛场选择了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的前三名来参加这个省里这个决赛 争取以这个活动来提高整理素质 吉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 参加测试的人数也逐年上升 这不仅是增强了吉林省居民的体质 也为全省营造了体育锻炼的良好氛围 守望都市白鸽公磊报道 来自大众近乡出众 接达VS5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线舒适加空调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一气森雅2729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16-26摄氏度 白城晴16-27摄氏度 松园多云转晴16-26摄氏度 四平晴15-28摄氏度 辽园多云转晴14-29摄氏度 吉林镇宇转晴15-26摄氏度 通话晴15-27摄氏度 白山晴12-25摄氏度 延气晴13-27摄氏度 长白山晴10-25摄氏度 长春多云16-26摄氏度 烈豹汽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舒适加空调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摇都市 节目最后再来说个消息 以山为居 风华盛起 力望孔雀林 见面约80-270町山谷院落 核院连排 蝶平洋房 即将盛大开盘 但酒店VIP卡 想5000元的置业基金 咨询电话8920-6666 节目的最后再来说一个着急的事 就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文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 要寻找奶奶 奶奶的名字叫于书欣 今年已经83岁了 就在今天早上的6点20分 从家里出门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家里非常着急 奶奶年纪大了 走的时候是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 上身穿的是紫红色的马甲 咖啡色的裤子 均绿色的鞋 身高呢有1米48的样子 体重呢是110多斤 家人呢已经报警了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呢 能够提供线索 文女士的电话是 155-2689-0056 希望大家呢能够留意一下 看完了寻人 咱们再来看个寻物啊 李先生今天11点左右 在长春西站打车 到长春北站 把一个白色行李箱 拉在了后备箱了 这里面装有李家伟的退伍证 联系电话为139-4361-437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